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维持我这样子一个大小的 这本书呢 这本诗集叫做欲言又止 但那个欲不是说我想要说话 我又停住了吞吞吐吐 那个欲就是预备的欲 也就是说你开始对一些事情做了一些欲言 有你心中的想法但是你又止了 为什么 这不是很好玩吗 真的好玩 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 玩是当然是取这个邪音嘛 但是当然加上这个欲字当然就是 你带着一种好像是你预见 预先看到什么事情 对 我们不能说一定是像先知 但是你充满了欲感 对 那但是呢你又不想说那么确定的 就是肯定的说出它 所以就是再把它拉回来一点点 有点像是一种不确定的欲感 对 类似这个感觉 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名 欲言又止 那对于诗来说我忍不住 因为可能自己是在这个软体科技的这一行 那因为你这本书很奇妙 你就是以你的下一本书为一个主旨在写 那我就忍不住想 那下一本书会不会是AI帮你写的 我稍微有点点提到这种暗示 是 不过当然就是目前的话 我也常会这样讲就是说 如果AI真的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创作者 他必须先是一个感受者 也就是说假设我如果是个AI的话 我可能会先想到是做一个AI 我现在是不是因为各种的数位的这个运算 然后搞得全身发热 那他就不能假装他是人 对其实这个疑虑呢 AI抢人工作的这种疑虑 在各行各业都有 但是呢我觉得最不容易被取代的 应该是文学 那文学里头呢可能又以诗最难被取代 我自己其实有类似这样的感觉 虽然很多人是觉得刚好相反 因为他们觉得AI如果一开始你 试图假装写一篇文章 但是只要看起来不通顺或看起来不合逻辑 大家都觉得没关系只要是诗就可以长这个样子 所以的确就是在其实在好几年前 阿露就已经有所谓的软体小兵 对他是用就是其实也算是一种程式来写诗 但是当然就是对我来讲那不是真的诗 但是如果说我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对一个人的感受 或者是反省或者自我意识的挖掘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好像AI稍微会比较慢一点点 对因为毕竟AI都是收集各处得来的各种知识 以及人类的经验 然后有一些范例等等 然后把它综合起来再创造一个诗 那我常常就觉得说 因为文学我们主要谈的都是爱与死 那可能AI就比较难以体会 因为他自己自身很难经历这个爱与死这样的过程 所以文学的价值还是淋越于这些科技的价值之上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你这本欲言又止 为什么你会以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就是说你在写 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已经都过时了 你要的你要赶快去写下一本书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当然第一个就是这个语法是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得意它这个特别的 我们叫做吊诡 就是因为我有讲到说我第一句话有讲说 我一直怀疑着希望是写下一本书的心情去写它 但是你只要把它写出来它就变成上一本诗 所以它本身就是有个宿命上的一个 一个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它有点点暗示着一种迫切感 就是你总觉得好像急着要去做下一件事情 去跟人家谈下一件事情 以至于你没有耐心跟人家谈现在这件事情 所以它其实暗示一种迫切感 那当然这本书其实以我来讲的话也是这样 我想其实它的确这一次后面有个比较大的动力是来自于 就这些年来我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观察里头 有一些焦虑跟迫切感 那我当然是故意用一个所谓的预言的方式 甚至也是另外一个预 就是一个预言是魏普先知的预言 另外一个预言是讲那个童话故事的预言 这两我觉得这两层意思都有 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想把我自己的一些 忧虑跟观察跟想法把它隐晦的 但是准确的表达出来 那这本书的封面呢 乍看就是黑的 然后上面用黄色的字写 预言又止 我制成诗集 可是里面好像是有密码的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是的 那就是当然就是 我在这里头谈到有一件事情 其实比较 试图把人类的记忆拉到更古老 那在古老的时候 当然就我会想到说文字或语言发生的时候 所以呢 我在这本 这本书的这个封面上面 其实我是想说要用那个最古老的文字 来把它做为一个就是视觉元素 称在这个书 书名上头 底下这样子 那我其实都一样 当然会想过例如说像是象形文字 但象形文字我以前用过了 那我也想过这个 两河流域的卸形文字 但是呢 他那个字啊 他太 他不够好看 太像符号了 对 所以左看右看呢 还是觉得文甲骨文最好看 甲骨文 甲骨文真的是有很多 还是真的是 他甚至就是象形 对 动作还在那个地方 对 但当然就是 所以我就开始试图想用就是 用甲骨文把我一些画呢 就是 就等于把我的 几句话 就把它翻译成甲骨文 可是呢 那个甲骨文到底 它是不是真的那个意思 我也不清楚 还有呢 它是长那个样子 我也不确定 那我就试图就是 创造出一个 逻辑版本的甲骨文 就是说 就是说我把它美化成 看起来比较像字 哦 我跟你讲啊 其实你用这个甲骨文 我觉得也非常有创意 因为最初 我们中国人最早的占谱的工具 就是硅甲 是的 然后甲骨文就是从以前那些 商朝的时候 占谱文字都在那个硅甲上面 是刻子 然后整理出来 所以有甲骨 是的 那你的这个书 一打开的这个 封页上 就是一个硅甲 就是一个硅甲 对 然后写预言又止 对 然后呢 这个你如果仔细看 好像在封面啊 这些字也好像可以辨识 是吗 预言又止 对 其实呢 应该这样讲就是 我就试图呢就是 就是经过改良版的这个甲骨 因为我让它变成横排的 对 而且最后其实甲骨有很多字 其实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字 所以我又去参考了所谓的经文 还参考了一点点 可能是包括什么那个 钻啊 什么大钻小钻的 把它混杂在一起 所以最后它其实是 就是以我个人来讲 我是可以把它全部读出来的 那我有请我女儿试图去翻译 她找的就是甲骨文大字典跟经文大字典 她可以认出大概八成的字 哦 所以你看哦 罗志成的诗集总是隐藏有一些秘密 有些密码 我这一次呢 已经算很认真的把它的预言又止拿来 好好的翻看过 发现了一些新的编辑方式 跟一些待会要问他的 可是这个封面上的甲骨文密码 我竟然没有注意到 所以今天很高兴说 哦 原来你创造了一些甲骨文 而且还真的可以全篇把它念出来 读出来 然后就在封面 那我要问你了 因为这个如果以这本书的编辑来说 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就首先呢 它并没有什么续文 一来就开始了001 然后呢 一路一直下来 你也没有说分成第几章第几篇 或者有个 有时候诗有一个篇名 然后再来一首诗 都没有 那就是001002 每一页蛮大的哦 这个字 但是呢 你又说这其实 它是独立的每一篇诗 但是它又有一个群组性 然后最后呢 整本书的结构还是可以连起来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你编辑里面吗 对 其实我这种的书写方式 从宝宝之书开始的 宝宝之书跟黑色相经 宝宝之书 宝之书 那个卖得好好 然后断产 然后后来到底有没有再重新 有有有有 是的 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写诗 其实就是 我就是为我的思想服务 而不是为我写的那个作品的题目服务 而且你在写诗的时候 你心中并没有读者对吧 你不会去想说我的读者是谁 所以我应该为他写一个 比较简单容易懂的 是吗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当然就是我们在 思考的时候 你当最大的一个焦点就是 你怎么样把你想的东西讲得出来 我这件事情很难 因为你想的东西很抽象 很模糊 然后你说你这本书有一个主题性 那就是人类的文明以及人性 是的 其实这个题目一直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当年在光年剧场里头 那个导演就问我说 你出现过的字最多的字之一 就是文明两个字 是吗 他就给你查了 是的 他帮我这个做过统计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所以这是你很多诗集里头 有一个统一性的主题 是的 那在这个欲言又止 当然因为你这本书 我觉得格局比你以往的那些诗集 又更大一点 是的 因为你想的是整个人类的文明的进展 然后当中有一些忧虑 有一些思考 我比较没有看到希望 反正就是别本有就好了 好了 对 这一本这一本里面其实 还来不及写希望的部分 因为希望就代表你已经有答案 或是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 其实的确是这样就是 基本上就我们这样讲 就是反正我们看到每个时代都有他的文明 那文明会有他的困境 对 那不管是文明什么困境 以我个人来讲 我总觉得文明最后 他会遇到的问题都是根源于他人性本身 就是人类的本质造成了文明的瓶颈 或者是他的进步或者是他的退步 其实他背后实际上最大的元素就是人性 那这个人性其实就是 他有时候文来讲 他就是会有点抽象或者是有点普遍化 所以呢我就用了另外一个字眼来 就是来诠释跟表现人性 简单讲就是记忆 记忆 对 那就是例如说其实历史也就是我们人性的最容易被 就是等于人文人性被实现出来以后的一个记录一样 那所以我就是透过我们对个体的小的记忆 对民族或者是大的记忆 或者是对人类更大的记忆 这几重记忆来谈就是人性的本质 那也透过这样就是 所以我说其实你只要了解人性你就可以预言 了解 对 因为人类有点宿命的就受他的 人类的人性的本质所制约一样 对 那因此也可以倒过来讲 你如果了解记忆就可以做预言 所以我才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 我的预言能力来自于记忆 对 我稍微念一下你过有一篇叫过去 我蛮喜欢的 就是这过去就是在讲到记忆了 是 那我稍微读一下这是030 他说过去为何在此刻现身 他为未来而来 显示了一件无解的灾害 没有厄运会毫无征兆 没有风暴会凭空发生 过去并没有过去 他无止境的膨胀 甚至占用到现在 时间是一座事件发生的整体 过去注视着一切 完成并收回一切 像边演边改的剧本 但结局已经发生 我真的很喜欢你写这个过去 这过去并没有过去 对 无止境的在膨胀 是的 因为他其实一直存在的 增加我们的记忆量 是的 然后可能你就从过去发生的事情 看到了未来的一些征兆 对 你知道够了解人心 其实就想到人到底会怎么走 尤其当他发生了一个加速一切的东西 叫做AI 对 对 所以未来的很多事情会因为AI而加速 是 对 这也是你在对于人类文明的一个忧虑当中 没有明说 但是一直有贯穿于其间的一种 对未来的一种快速发生 然后有一种焦虑 失控 失控 然后我就问一个小问题就是 我刚才念030 那你这本书没有篇章 没有也没有什么分段 但是你在030上面就写了一个小小的字 叫过去 就这样 那个每一篇章都有 那个要怎么称呼它 因为那个就是在过去的话 当然我以前就只是标出这个 等于像是每一首诗的号码一样 对 它代表就是我思考的顺序 或者是我建议阅读的顺序 但是在这一次里头呢 因为它又比那个以前的 像我以前写的是更短的篇章 对 所以它比较可以用这种语录的感觉 可是这一次的话它是完整的诗 所以呢 我其实在那里头就是 都会等于加上一个 这篇文章里头关键字 关键字 有时候就是第一个词 有时候就是里面的关键字 是的 而且最好玩就是有时候 那个字并没有在这首诗里头 对 所以这个编辑也非常新颖 我发现有一个主题 有一种人物是最常在你的诗集里头出现的 是 叫做女巫或者就是巫 女巫或者是巫 就是巫 为什么 在你的诗里 这个巫这个角色是什么 是代表你自己吗 其实真的这还蛮蛮好玩 因为大家都晓得 自从有容格的一些 就是一些理论以后 大家都会觉得就是 反正只要有个女性 她常常就代表了一个创作者 她自己的阴性的那块的一个面具 我觉得其实我用到女巫的时候 其实的确有 它的双重特性 也就是说 它一方面又代表着某种女的可能是 另外一个我觉得不能说一定是 阴性的部分 那就是代表你一个隐而未觉的部分 另外一个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 戏剧化的面具 因为我们常常讲话 有时候做一个平凡的写诗的人 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讲话 充满更大的力量 或者更有动人 或者是更有感染力的时候 其实你必须赋予它一个戏剧的能量 那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 你赋予自己一个戏剧的面具 那你就有一个戏剧化的角色 所以其实不管是巫师也好 或者女巫也好 大概都有这样的功能 由于在这本《预言幼子》里头 因为我带的是一个比较 看起来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在讨论 所以我必须赋予它一个 更戏剧化的角色 来就是 来 可以寻找一种某种豁免权 或者是某种魔力 它是同时发生的 另外当然我当然也在这里 稍微轻微的暗示就是 其实我觉得写诗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做的事情还蛮多的 有时候我都觉得 一边写着写着 我都觉得 其实诗人此刻的角色 如果是换在 2000年前或3000年前 其实诗人的角色很可能就是巫师 对 没有写到 我突然就有一种醒悟 然后这个你用巫 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当人 一般讲到女巫或巫 有两种这种正面或负面的形象 正面的可能就有点畏惧 比如说这个巫 它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 它是有魔力的 它有魔力 所以人会怕它 另外一种 它是灾祸 你看欧洲中世纪的时候 烧了多少女巫 烈巫 烈巫 烈巫行动 然后就把你火烧死 可见人对这种巫的角色的害怕 就是对 就是有时候非常矛盾的一种感受 对 但以我来讲的话 我比较把它还原到就是 巫 巫师在人类真的文明史上的一个角色 就是我觉得它更正面一点点 对 它像是一种某种未成熟的知识的传递者 可能也是最专业的撒谎家 可能他是一个撒谎家 他可能是个心理学家 那然后他是一个试图疗愈别人的人 试图提出问题 或者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不管怎样 我觉得在古代的话 巫师一定非常忙碌就是的 你知道吗 我的好朋友杨如斌 他就说屈原 其实就是在战国时代 那个楚国的巫师 他的地位就是去观天象 然后去问天 然后知道一些 一般人不知道的来自天的讯息 所以呢 其实他也就是在占谱 在作为一个预知的能力 所以这个巫师果然真的 他是算中国第一个诗人嘛 他是 对对对 第一个具名的诗人 而且就是他们真的是 一样都有某种程度的 我觉得如果以我来讲说的 真正的magic power的话 对 其实语言可能就是最大的 magic power 对那我就要问你了 语言是每个人每天都在用 那写东西也很多人在写 但是呢有人写小说 是去凭空创造的 有人写技术文 写自传这些是有所本 跟着记忆来的 那有人就写散文 可能是一些比较情感的抒发 但是你选择了诗为你的 可以说终生直至嘛 你一直都是以诗为主来表现 那为什么你选择诗这种语言 来作为巫师 这个问题我可以花20个小时来回答 好我只给你7分钟 应该这样想 就当第一个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诗它有几个特点 就以我个人的对诗 其实在接触到它的时候 我的一个强烈的感觉是 诗当然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语言或者文字的最先锋的那个位置 它必须去探索 它必须去讲一些 别人还讲不出来的东西 所以呢 其实诗的本质上 是有点像这个命名者 也就是其实我们人类 每天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用现成的话来讲它 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感受跟思想 其实是未被命名的 它用一种情绪 或者是用一种感觉就存在了 那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语言 把这些未被命名的东西 再把它讲出来 其实你能掌握到的 更有把握的知识就更多了 哇你现在不只命名 有时候你甚至是创造一个字 是的 创造文字创造字词 所以命名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诗跟所有的其他文 文学形式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在把一个 还没有被讲出来过的东西 你把它讲出来 还没有被感受到过的东西 你把它讲出来 所以它在先天有一种 就是把文脑袋里头 那种最含混的东西 翻译成为 语言跟文字的这个力量 你说的这件事情很难 就是说还没有被讲过的东西 把它讲出来等等 可是大部分的事情 其实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都讲过了 就是如果我们用旧的字眼 我们会理解这些旧的字眼 我们就会 只会理解到旧的事情 所以的确是在这上面有个差别 另外一个就是 写诗其实它又是一个诗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你在写诗的时候 你为了要表达跟观察 所以你必须跟你的生活 或跟你观察的对象呢 它为一种疏离的 甚至一种美化的 甚至一种 加上你的愿望或者主观进去 所以这个诗化或美化的过程 其实是很动人的 对 所以就是我们透过了一种诗化的过程 其实它可以创造出 我们跟这个世界一种更理想的关系 或者跟读者更理想的关系 我听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词 因为你讲到的好像是说 是客观的 但是我们常常以为诗人都是主观的 表达自己的感觉感情 但对你来说 诗不是这样的 不只是这样的 其实它是不同的层面 就是说 其实主观 有时候我觉得最核心的主观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主体性 那最表面上的主观就是感性 那客观也是一样 客观就是你可以就是 非常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你就在客观化自己 也就是说你可以很客观的看待自己的主观 客观的看待自己的主观 对 那这就是我们叫做 所以就是我们就开始会有反省 所以当我们所谓的反省 有反省的生活的时候 指的就是我们可以客观的 反省自己的主观 那当然主观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是感觉到就是因为是我们自己主 自己在感受 可是主观并不表示它一定是不客观 对 大概是这样 这个可以谈起来是还蛮 蛮悬的 但是 是的 好那我问你现在你说什么是诗 什么不是诗 其实很难定义 是的 很多尤其现代诗又没有什么格律这些 很多都在写 那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写法 我们也不予置评 那对你来说 你的诗 诗集每次出来呢 我读了都会很惊讶 就是说哇 竟然还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表现来表达 但是呢你其实不太诗里面不会有太多的隐喻象征或者典故 你用的语言其实是还蛮好读的 那我请问你怎么样能够构成一种这种有深思 有反省 然后有你的哲学思考在里头 但是又是很容易读的语言 你是怎么样创造的 其实诗的完整它本来就有各种的途径嘛 嗯 就每个人对诗的想象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也会 例如说你比较感性的时候 你会希望用一些更 甚至更华丽的或更怎么样的表达 对 但的确就是我觉得诗比较好玩的部分 以我个人来讲 其实就是把不好讲的东西清楚的讲出来 不好讲的东西清楚的讲出来 对 一般人会觉得诗是不好懂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可能是 应该是因为他去试图去讲一个不好懂的事情 而变得不好懂 但是可能久而久之人家会有个印象 就觉得诗就是要把好懂的事情讲成不好懂 那我就觉得这样其实可能对诗就误解了 应该就是浪费掉的诗其他最大的本质就是真正的沟通的魔力 那我们因为我们有这种更好的沟通跟讲出来的能力 所以我们被赋予一个使命 就把不好懂的不好讲的把它讲出来 所以看起来最后看起来还是不好懂 但是他之所以不好懂是因为他要讲的那些事情不好懂 对 而不是他把一个好懂的事情讲成大家都不懂 就是大概是类似这个意思 所以你可不可以挑一篇你自己觉得符合你刚才说的那种创作原则 就是把很难懂的事情用很简单的语言讲 然后又是你新创的一种命名的语言 你选一篇来做范例好吧 好啊 反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跳过那些比较优美的甜言蜜语 我想找一首比较怪异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看起来不太像诗的 好 这首诗在103也就是说第103首 我说千年后的历史向我袭来 我已今首看见街头的暴乱 漫向皇宫前的商场 无名烈火波及的修复多年的老教堂 愤怒的人民致意对戴罪羔羊进行暴富 而无解的仇恨导致议题被带领的战争 谁也无法阻挡 问题的因果深达九成 反应的行为只能及以表层 我们的语言可以到达负三 我们的反省可以到达负五 但是问题的因果深达九成 看起来很不像诗吧 但是我要稍微快速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想想看 不管是俄乌战争也好 尾巴冲突也好 甚至我们看到全球各地的 各种的族群冲突也好 其实都是一种所谓的历史的恩怨 那然后我们都很快速的 要去选边站或要去评价它 可是我们常忽略掉 其实真的是所有的问题 都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在这里讲到议题被带领的战争 也就是指说 其实你心里头明明可能只是一个仇恨 或者是一个主观的好恶 但是你会打着一个很漂亮的字眼或招牌 也许叫正义也许叫自由民主 来代理它 就会说叫议题被代理 那另外一个事实上就是说 历史的因果其实深达九成 就它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但是我们的反省只能到达它的最表层 你打我我打你 你骂我我骂你 那如果我稍微有能力去做思考的话 可以到达负三成 也就是说再往里头再进到第三成 那去解出它的一些因果跟没落出来 那如果我说我的语言不够呢 我透过对人性的自我反省 可以到达负五成 负五成 你可以想到更深 就是带着一种同理心 或者是一种将心比心的感觉 对 一难感觉到应该是什么样子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子 问题的因果 就是到九成 就人类你怎么样去理都理不清楚 真的我觉得很厉害 你不要管他那些什么三五九的数字 什么负九 他那是不合数学逻辑的 但是呢 你一看说九成 你读了这个以后 你就知道 他用这个来形容那个问题的深度 我们能达到的深浅程度 然后把它命名为富山富屋 是不是 很高明的一种写法 罗志成的诗真的是与众不同 那我也很喜欢你最后那篇《后记》 你自己讲呢 就是说你减少了长久以来的浪漫创景 与豪情壮志 你这本诗集呢 其实是显得沉重悲观而残酷 比梦中情人走得更远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觉得是这么沉重悲观而残酷 其实因为我当一直很喜欢 就是文明这个主题 那我最喜欢读的东西 就是各种跟文明史有关的东西 你在阅读的时候 你就充满那种憧憬跟向往 你可能介入到文艺复兴时代 你可能介入到工业革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或第二次工业革命 或介入到现代主义的产生 所以通常我在读到那时候 你会真的是引发一种雄心壮志 想去跟那些所谓的那些大师 先知去跟他们对话的感觉 所以在早年的时候 我的跟文明有关的东西 是一种渴望跟永恒对话 对 但是呢 当然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跟我们面对的事情越来越具体 那你也发现到 其实人类的智慧 或者是文明有极局限性 是 而且甚至在这个文明发展过程 尤其是人类的人类性 甚至都已经开始被迫修改了 所以呢 那其实你开始转回更警惕跟警觉 你就不再想说 用早年的浪漫的这种态度 来面对文明这个议题 反而就充满了忧虑跟提醒 那特别是 我们其实不只是在台湾 其实在全世界各地 因为人类突然变得非常的自负跟骄傲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如此的 就自我正当性变得很高 都变成我要做自己 或者是说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自己的权益是不容那个的 而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其实你就更加没有 没有那个 心灵上的空间去理解别人 所以这是让我非常忧虑的 就是说我的自我膨胀到最后 其实是 其实反而是对彼此的自我的一种压缩 所以我大概也是透过一言又止 开始来暗示这些事情 所以我讲到就是说 其实人类的自大是前所未有的 对 真的 从最近很多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还有世界领袖们的这个语言表现 你就可以知道真的 人类太膨胀 应该叫触目惊心 真的 好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罗志诚 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 欲言又止 那他的预言呢 其实包含了很深刻的 哲思 那我自己很喜欢 我希望把它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 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这本诗集 跟罗志诚对话 跟他学习 谢谢罗摩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都有 那么 这边 我们下森仔 我们下森仔 看到我们下森仔